一同门恩典的经文是以西节书47章1至5节 以西节书47章1至5节 我来奉读 他带我回到殿门 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 原来殿面朝东 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 他带我出北门 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 见水从右边流出 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 凉了一千肘 使我蹚过水 水到怀子骨 他又凉了一千肘 使我蹚过水 水就到西 再凉了一千肘 使我蹚过水 水便到腰 又凉了一千肘 水便成了河 使我不能蹚过 因为水势长起 成为可负的水 不可蹚的河 阿们 接下来由金光畅士班通过视频显示之后 听主任牧师的视频正道 战梁信心第二讲 亲爱的各位圣徒 全世界以及全国之交会圣徒们 知圣殿圣徒们 全世界通过英特网做礼拜的全体圣徒 各位之前电视观众 今天是战梁信心第二讲 但以礼书十二章十节说 在末时 必有许多人 使自己清净洁白 且被熬炼 但恶人 仍必行恶 一切恶人 都不明白 唯独智慧人能明白 如今已经是末时 世界的末日近在咫尺 为此直到今天 神在湍急的属灵潮流中 引导了本祭坛 为了使圣徒们迅速进入灵力 不但让大家发现自己的罪 连根本的罪也显露出来 神又从天上给大家浇灌 至大的慈爱和神圣的恩典 以便离弃罪恶 还赐予天国的盼望 以至热心尽忠 这要承上神所打造的属灵潮流 进入灵并不难 神说这属灵的潮流 随着主来的日子将近 会变得更加急速 与此同时 世上属肉的潮流 也会越来越汹涌 许许多多的人 尽管来教会礼拜 听了那么多真理之道 却没有离弃恶 离弃罪 于是为伴 他们要明白自己 盛上了熟肉的潮流 越是追求肉 会往肉里陷入更深 由于犯各样的罪 与神之间隔绝的罪强 会越来越高 因为没有自制力 所以被汹涌的肉的潮流 所席卷邪果 毫无招架之功 然而台上不停地宣告 有关至于死的罪和审判 地狱等内容 有没有人觉得扎心 那也不能不听 必须要听 因为扎心的话语 正是神向你伸出的慈爱的手 假设有人正在被急流冲走 人命关天 你能轻轻地拉住他的手吗 能轻轻地拉他的手臂 把他拽上来吗 不能 那他岂不是早就被急流冲走了吗 必须使出最大的劲 直到手疼 手臂脱臼为止 用力拽上来 如此权力施救 落水的人怎么会说 太疼了放开我 绝对不能甩掉援手 还要用尽全力抓住 不管有多疼 都要牢牢抓住 坚决不能放手 要紧紧抓住那只手 挣扎着流出那条急流 就是说听了道 就当努力顺从 要及时回转 呈上灵的潮流 即便已经呈上了 属灵的潮流 也要全然遵行神道 免得在刹那间 卷入属肉的潮流当中 尽而成就满有基督掌成的身量 拯救正在卷入属肉潮流的众灵魂 奉主圣明 拜托大家 各位圣徒 在上一讲说明了 为什么要讲这些内容 就是为了查验是否具备了 做神恩律的资格 是否预备好了 蒙福的器皿 大家请听好正道内容 查验各自的信心在第几阶段 也查验一下 自己做没做好蒙福的预备 如果身上有疾病 查验一下 自己有没有做好得志的准备等等 与此同时 讲了主题经文的背景和灵异 以细节在异象中看到 从圣殿流出的水 流遍圣殿各个角落 随后又流向圣殿外面的情景 正欲表着 在圣殿宣告的神的道 传出圣殿 流到世界 这水渐渐长起 越来越深 形成了一条河 以细节开始汤水时 水到怀子骨 慢到溪 又慢到腰 最后长成可负的水 不可汤的河 大家如何 水到你哪里了 刚刚弄湿了脚底 还是到了怀子骨 还是慢到了溪 还是慢到腰 请大家听到好耳分辨 属灵上水意味着神的道 身体浸到水里的程度 预表遵行神道的程度 也就是预表信心的大小 将来进行白色大宝座审判时 神丈量个人的信心 并按照结果执行严厉的审判 神将以神的道为标准 准确无误地丈量个人的信心 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说 我是冤枉的 在主题经文中看到 每次以西节汤水之前 主的使者量一千肘 通过这一情景 可以清楚地知道 神将多么准确地丈量 每个人的信心 主的使者为什么每次量一千肘呢 量一千肘的行为 显出了神宽大而公义的心 神在断定 这个人的信心是第一阶段 还是第二阶段之前 首先洞察其方方面面的具体细节 不单单查看人的某一个方面 综合地查看所有领域 不但查看显露在外的行为 还仔细查看肉眼看不见的 心灵深处 神不偏待人 不会对这个人特别宽容 对那个人更加严格 唯用神道这把尺子做出判别 下面例举当纪念安息日 守卫生日这句话 在一个主日 经圣徒和礼执事来教会礼拜 金圣徒和礼执事 金圣徒应该是初信徒吧 礼执事 他是执事 肯定不是初信徒 金圣徒来教会没有多长时间 是一名新圣徒 礼执事 来教会都已经十多年了 这位姓礼的执事 来教会已经十多年了 而这两个人 在礼拜的时候 都被杂念所困 心想 今天真累 但愿礼拜快点结束 真想早点回家休息 不过金圣徒至少在想 我已经下决心要认真过信仰生活 我不能这样了 于是重新收束心智 重新摆正了心态 相反 礼执事 每个主日礼拜 都习惯性地陷入杂念 觉得疲倦 却没有任何感触 从表面上看 这两个人都没有用心灵和诚实 献上礼拜 神会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会说这两个人都没有守主日吗 神不会单看人的外表 用同一把尺子账量每个人 不仅查看人的信仰年伦 直分 外在的行为 还查看人的内心深处 之后再判断 有信仰年伦 深有直分的人 神会采用更高的标准 账量他们的信心 神也许会认可 金圣徒守了主日 但并不认为 礼执事也守了主日 严格来说 金圣徒也没有守主日 他只是坐在教会 无私乱想 打瞌睡 根本没有认真听到 不能说坐了礼拜 但神会特别照顾他 因为他毕竟才刚刚信主 是一名初信徒 如果是信主已有十多年的人 这样礼拜 那不能算是坐了礼拜 反而惹神生气 发怒 不仅仅在审判的日子 在耕作人类期间 神每时每刻 丈量人的信心 随着信心成长 每提升一个阶段 神依据66卷圣经 正确查验后 认可他说 这灵魂的信心成长了 神从来没有 忙忙活活地 判定为合格 例如 一个人 从信心的第二阶段 升到第三阶段时 神会观察 那人有没有 彻底断绝了情欲的事 大家要丈量自己的信心 是在信心的第几阶段 在信心的第一阶段 还只是出信徒 不知道自己是在第一阶段 还是在第二阶段 但有信心的人 不是可以知道 自己的信心 是在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还是在第四阶段吗 在信心的第二阶段 步入到第三阶段 这是信心的第三阶段 初步阶段 只要进入这个阶段 就不会犯任何情欲的事 情欲的事是怎么讲的 有至于死的情欲的事 还有不至于死的情欲的事 别说是至于死的情欲的事 连不至于死的情欲的事 也不犯的人 才是进入了信心的第三阶段 犯了不至于死的情欲的事 之后不悔改 重蹈覆辙 最终也会至于死亡 以后我会讲具体一些 以便新来的圣徒们理解 我举个例子 比如夫妻俩吵架了 妻子顶撞丈夫 说话特别过分 丈夫怒不可遏 一气之下 扇他一巴掌 这是什么 是一种暴力行为 这也是情欲的事 虽然不是至于死的情欲的事 但是暴力行为也属于情欲的事 在信心第三阶段的人 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比方说对人撒谎 欺骗 没有这种行为 才是信心的第三阶段 理所当然 绝对不会犯至于死的罪 所以大家可以自作评估 从第二阶段升为第三阶段的时候 神会查验他有没有彻底断绝了情欲的事 有已经完全断绝的证据时 才会让我们通过 赐下应允和福分时也正确地测量信心 通过七零测验 喜乐 祷告 感谢 诫命 信心 忠诚 仁爱 这七项内容 大家正确认识到了自己的信心吗 有的人无法确信自己能否得救 但有的人确信自己可以得救 还说我能轻松通过信心的第一阶段 得救没什么问题 过信仰生活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得救 会多么难受 要明白自己在信心的第几阶段 不就能知道自己有没有得救吗 过信仰生活都不知道自己得没得救 这哪说到过去呢 在我们祭坛用神道正确地教导圣徒 所以圣徒们自己就可以正确地检验各自的信心 可以正确地区分信息的第一 二三四阶段 比如说你在信心的第三阶段 进了百分之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都可以分别 好比你过了十五年西洋生活 十年十五年 怎么也要进入第三阶段 磐石阶段 信心成长速度再怎么缓慢 也应该在信心的磐石之上 而有的人信主都那么长时间 还在信心的第一阶段 或者第二阶段初步阶段 甚至都没到 在信心的第二阶段的人至少会积极参加代理祷告会 还积极地聚在圣殿里 到时信了十年十五年的人信仰冷淡 不愿意参加教会的活动 一点都不自觉 还跟夫妻俩吵架 跟妻子吵架 气在头上就扇他一巴掌 他本应该往信心的第三阶段进身 却还只是在信心的第二阶段初步阶段 假设审判的日子到了 神会说他什么呢 会说他有信心吗 你有信心你得救了 会这样说吗 你过了十年十五年信仰生活 你都当过机关长 加入上师班 方方面面尽忠 担负了使命 所以你有信心 我准你得救 神会以这种标准丈量信心吗 不会 神会全部翻出来 在天国审判时全部翻出来 半文钱也不会放过 到时候不能说谎 也不能隐瞒 本应该进入信心的磐石阶段 却还在信心的第二阶段 就不能确信已经得救了 圣经上不是说了吗 信仰不冷不热的人会被丢弃 拿了一千银子后 没有担负使命 埋葬在地里 拿两千银子的人 把它变成了四千 拿五千把它变成了一万 拿一千的人把那一千 埋葬了 那他赚了本钱吗 亏本了 如果存到银行还能赚到利息 他连利息都没有赚到 反倒亏损了 我们的主说了什么 要把这样的人丢在外面黑暗里 就是说他不能得救 如果过了十一年 十五年信仰生活 原本有充分的时间 可以进入信心的磐石阶段 进入灵 却还在信心的第二阶段 初步阶段 或者信心的第一阶段 这像话吗 在信心第三阶段的人 如果犯了 至于死的 情欲的事 说明他根本就没有信心 在神看来 连芥菜种大的信心都没有 这在圣经哪里呢 在哪里 大家知道吗 在旧约新约有很多 比如说 人里面有生命的种子 有真理 就绝对不会犯罪 哪怕有一丁点的信心 也不会犯罪 因为没有信心 所以会犯罪 尤其犯了至于死的罪 那说明他根本就没有信心 我都相信呢 彰显那么多歧视 神迹全能我都信 不完咸水变成了甜水 我也信 神特别喜爱本祭坛 经常为我们彰显彩虹 这些我都知道 我都信 既然你都知道相信你有信心 谁会这样说吗 会以这种方式丈量信心吗 欺凌 否定 似活物 也会否定 不会承认他有信心 用神的道测量 根本没有信心 圣经不是讲了很多吗 信心若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因为是死的信心 所以没有信心 因为信心已经死了 本来有信心 但这信心死掉了 这只是大脑知识上的信心 只是有这方面的了解 不代表有信心 人如果有信心 必有行为随着 会在光明中行 遵行神道 如果犯了至于死的罪 神绝对不会说他有信心 圣经上怎么讲的 如果这样的人说自己相信 那就是说谎话的 他如果说他自己有信心 是在神面前说谎 人在黑暗里行 还说自己信 就是说谎话 这是神讲的 旧约 新约有很多 这些我们都要明白 过信仰生活 自欺欺人 等到审判的日子 都不能得救 那该怎么办 但有的人确信 自己可以得救 还说我能轻松 通过信心的第一阶段 得救没什么问题 有些圣徒茫然地认为 自己的信心 至少在第几阶段 但神分明在准确无误地 丈量每个人的信心 大家也必须要正确地 分辨自己的信心 最起码要确信自己 已具备了得救的信心 因为人不知道 神何时召回我们的灵魂 而且如果真心盼望 新耶路撒冷 就一定要知道 自己的信心阶段 因为只有知道 自己所处的信心阶段 才能找出具体方向 该如何跨入下一个阶段 这时必须要依靠 神的道和圣灵 分辨自己信心的大小 绝对不能用主观意念和感觉来分辨 当然大家也在努力 用神的道光照自己的言行 以此来分辨自己的信心 但信心的阶段不能只看外表 像用刀切成两半一样明确剖析 神不看人的外表 乃查看人的内心 原因也在这里 因此要用神的道 对照自己的言行意念 同时依靠圣灵 因为人的内心只有神知道 圣灵是内住我们里面的神 神比任何人都清楚 我们的内心 圣灵给具备得救资格的人 赐下得救的确信 赐予天国的盼望 属灵的喜乐和胆量 圣徒们可以以此为基础 分辨自己是否具备得救资格的信心 处在信心的地级阶段 各位圣徒 就像主的使者 每次量一千种一样 神在判断个人的信心之前 首先监察人的行为和内心 以他强阔高深的爱心 同时监察无数人的行为和心灵 以此为基础 准确无误地丈量个人的信心 一个人只要明白 且相信这个事实 每时每刻都会注意 言行举止就不会那么随便 圣经证明 神在监察人的每一个层面 例如天国有天使 时刻记录神得救的恩律们的 一举一动 有天使把大家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举动一一记录下来 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节 耶稣说 你们要小心 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 我告诉你们 他们的使者在天上 常见我天父的面 主连小子都不让我们轻看 那长辈就更不能轻看了 天使把自己所负责的灵魂的言行 一一记录下来向神报告 将来在进行白色大宝座审判时 将此记录作为凭据提交 以前神告诉过我 他们的报告体系 所负责的天使全做记录 我们开的一句玩笑 随随便便说出的一句话 都会记录 所以我们不能开玩笑 不能说一些无聊的话 连没用的话 天使也不会落下 全部记录下来 没用的话 有用的话 玩笑话 全部记录 并且上报 在进行白色大宝座审判时 都会用作证据材料 不是说半文钱也不会放过 都会审判吗 传到书上也讲了 哪怕是开的一句玩笑话 在审判日说 我没有说过那种话 这样狡辩无效 玻璃海上都会显示 开玩笑 说谎话 欺骗别人 对人诈骗等 将全部暴露 全都要受审判 这些没有赏赐 由此判定 此灵魂能不能得救 所以我们不应该开玩笑 不要说些无聊的话 因为说了 马上就忘掉了 记不住 开玩笑 说些没用的话 里面有些内容 可能会在神面前建立最强 但说出来之后记不住 一直无法悔改 直到进行白色大宝座审判 那天都没有解决 如果回头能记得 就能悔改规证 问题是记不住 所以没法悔改 这些都会成为最强 导致人生病 如果最强太后 就得不到保守 遭受灾阳 因有这些最强 撒旦来控告工作 事也会遇到麻烦 愿我们的圣徒们 要正确了解 撒旦的世界和 他们的诡计 我从以前到现在 多么准确地告诉大家 以防大家受迷惑 我讲那些内容那么多 都可以制定一本百科全书了 如果记住将来必有白色大宝座审判 说话就不会那么随便了 不会动不动就开玩笑 在信心的第一二阶段的人 还不太明白真理 可能会得到饶恕 但信心第三阶段以上的人 得不到饶恕 他们不能说自己不懂真理 所以说话要得体 不可粗鲁 说出温柔 良善的话 并非只有在进行 白色大宝座审判时 上报证据材料 没有悔改的 会递到白色大宝座审判台上 并且在这地上 也会经受熬炼 在神面前 人的一切言行 以及内心深处也会显露无遗 例如 神的欺灵和似活物 能够查验人的内心深处 启示录五章六节后半节 使徒约翰看到羔羊 主耶稣说 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欺灵 奉拆遣往普天下去的 在此 神将欺灵比作欺灵 这是因为欺灵起到监察测度的作用 似活物不仅担当守护神的使命 还扮演监察人行为和心灵的角色 其中 鹰形象活物 监察个人在心里 明刻神言语的程度 鹰的势力非常出众 精确地列取到 远距离的微小生物 同样 鹰形象的活物 也能够好理不差地 监察个人的心灵 准确分辨人的内心深处 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说 因为人所做的事 离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 神都必审问 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 耶稣也说 我又告诉你们 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审判的日子 必要聚集供出来 要把这些道铭记在心 不要随便开玩笑 不要觉得无所谓 因为每个人的行为 至少在守护天使和 在天国记录 个人言行的天使 神的七灵和四活物面前显露无遗 还有这点小事不要紧 这样认为 没什么了不起的言行 也都会受到审判 有这么多眼睛 在监察我们 再怎么晓得是 我们岂能做出 没有信心的行为呢 希望大家 不管在别人面前 还是一个人的时候 都要做堂堂正正 毫无亏欠的人 神究竟为什么 对于准确丈量信心 如此煞费苦心呢 并非为了找出我们的缺点 削弱信心 处置惩罚 是为了尽可能地多给机会 赐下更多的奖赏 再精确地丈量个人的信心 当然 神会尽量为我们 打出更高的分数 但神不会偏待人 准确无误地丈量信心 所以希望大家 要奋发努力 克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说 其不知 在场上赛跑的都跑 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 你们也当这样跑 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愿成就基督掌成的 身量的信心 盼望天上奖赏的圣徒们 希望都能向着最高信心的目标 奔走天路 从下一讲开始 通过新旧约圣经了解一下犯哪些罪不能得救 以便大家明确认识到救恩的标准 讲结论 亲爱的各位圣徒 对于讲解主题经文的原因 神是这样讲的 在这末时 开灵眼看到天国的人 可慕天国的人并不多见 我是为了给众人传讲天国 让他们可慕天国 所以在解释这些道 还为了告诉他们 天国有多么井然有序 到底有多少主的天使 在各领域单单各自的使命 怎样准确地丈量你们的信心和祷告量 好让你们事先预备一切 所以在讲解这些道 神还说 愿我们都能仰望天国 可见 大家的信心被丈量 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说 因为我们众人 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 我们将来都必在基督审判台前 显露出来 没有一个人能够躲避审判 人人都会受审判 当然 静如灵的人将受审判 是为了得到奖赏 因为他们不再犯罪 会领受奖赏 在信心一二三阶段的人 于是为有犯罪 必受到审判 遭到报应 通过审判决定他能不能得救 判定能否得救 还会决定给他多少奖赏 是给呢还是不给 请大家想象一下 在末日审判的那日 主的使者手拿准绳 站到大家面前的情形 具备能够得救的信心的人们 将会在欢喜中迎接那一瞬间 相反 如果信心不达标 将要被判死刑 会多么恐惧战惊呢 这实在是一场悲剧 还在热地上活着呼吸的期间 至少有悲改的机会 但到了那时再没有机会了 无法申冤 也没有机会重新受审 因为有确准证据 准确无误地施行审判 在这世上 再怎么有实力的法官 也会有犯下失误 做出误判的时候 但在神万无一失 希望各位 谁也不要在恐惧中 面临那一时刻 所以要在那之前 让信心得到长进 请大家在时刻监察 各位的众多眼睛面前 单单显出配得奖赏的 心灵和言行 以至在审判的那日 都能顺利通过得救之门 进入美丽圣城 新耶路撒冷 奉主盛名 祝愿大家